刚所做的这一些呢 包括网底 包括框线 他们通通都是收在页面框线的 这个功能里面 你要到里面去找 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一个设定 好我们呢 继续往下进行 再来是第69 69呢 这个69号的操作叫做首置放大 各位呢 不晓得有没有听过一份杂志叫做读者文哉啊 年轻一点可能听都没听过 我小时候啦 我们家就订了读者文哉 读者文哉有一个特点 就是那每一份的文章 第一个字一定会大写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OK 那么呢 我觉得那份贪物不错 还不错 所以呢 那我印象很深刻 他每一篇文章的第一个字一定都会大写 那这个就叫做首置大写 那么呢 这个作用呢 其实也不是说有什么作用 他只是让你的开头啊 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啊 没有规定说什么样的文件 你要用这一种东西 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置放大 第一个字 我告诉各位哦 并不是说只能把第一个字 首置放大 第二个第三个不行 可以的 可以的 但是呢 他一开始 一定是只针对于 这一段的第一个字放大而已 第二个第三个 他不会理你 他不会理你 他一定是只把第一个字放大 那至于说 如果你连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也要放大 那个待会再说 你先让他有第一个字 后面呢 你再想办法把第二个字 第三个字也把它变大 好 所以呢 第二个第三个字的变大呢 那等一下再处理呢 那后面再处理 你一开始呢 就用首字放大的方式 先让他把第一个字完成再说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来 来 各位请看 首先呢 他要你把第几段呢 把第一段的文字 就是这里 点一下 你游标呢 只要在第一段里面 一闪一闪的 他就知道了 他就知道 要针对这一段的第一个字 把它放大 好 所以你游标必须要先定位好 定位好了以后呢 麻烦各位呢 我们到哪里 来 我们来串 手字放大 我每次都会忘记它放哪里 在这里 在 不是 我以为看错了 手字 我串给它 各位帮忙我找一下 有时候比较久没用到就会忘记 我们在插入吧 是不是插入 如果没 我想一下 就在这里 这边有个文字的这个 这个 新增 手字放大 麻烦各位选这个 他在插入的标签点进来以后 往右边看 有一个文字面板 里头的这个 新增 手字放大 可以针一下 他问你哦 手字放大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用绕镜的 一种是用绕边的 靠边跟绕镜 这两种 他会马上 你不要点它 你就放上去就好 他立刻的会把结果先绣给你看 如果你移下来呢 靠边呢 要特别注意 这个哦 那个字比较容易 在列印的时候被切到 因为它距离边边比较近 所以呢 各位呢 我建议你用 上面这个绕边就好 绕边的意思呢 就是说 它会沿着我们的边界 对下来 然后呢 我们的字呢 就在它的旁边而已 好 你可以选择第二种 叫绕边 那么呢 各位呢 你把它点下去之后啊 它就完成了 它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呢 我先复原一下 如果假设 如果假设你希望呢 可以顺便的设定一下内容 你想了解它有什么样的设定的内容 那你就不要直接点它 你到底下字 你到底下去 底下一个叫做手字放大的选项 这边的话呢 可以让你看到它的设定的东西 把它点下去 好 这边 那么呢 差别在于说呢 如果你选了第二种的绕边以外呢 底下还可以问你哦 你的这个字呢 要改变成什么字形 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手字放大的这个第一个字呢 可以另外的单独的针对它来设不同的字形 它可以跟后面的文字呢 不一样就对了 好那我们没关系我们是设一样哈 至于这个高度你的字要放多大呢 好这个字呢 数字越大 当然你的手字就放的越大 好那我觉得说不用啦 一刀先你了解就好 就一刀原则就好 最后呢 你这个手字 就是说你这个字 跟隔壁的 跟隔壁那些小字 好跟隔壁那个正常的字 要靠多近呢 如果是紧贴在旁边 哦那就是零公分 好 依此类推 公分如果数值越大 到时候你旁边的字呢 就离它越远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好 那么我们就不用改它啦 用它原始值就好 好 我们只是说 如果隔壁要去改设计 要去改它里面内容的话呢 记得到这边来 好 那我们按确定就好 好 记得我们去选第二种 是选第二种 叫做肉边 好 那你看 它呢一定是只有一个字 所以要选字 因为我们这一段的第一个字 就是字嘛 自己的字 好 到这里还没完哦 我刚刚说过 如果假设 你希望不只是第一个字 你希望第二个字 甚至于到第三个字 你也希望都是这么大 那可以 那你看一下怎么做 当你完成首字放大 第一个字出来了 你就在它的后面 在这个字的后面 来定着 点一下之后啊 你虽然看不到油标一闪一闪的 没关系 你试着把第二个字打上去 比如说这时候把 炎 字炎本式金城铝 炎 一闪炎 有没有看到 第二个字跑出来了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你把第一个字先出现 接着用油标 在那个字的后面 点一下 它呢 不会跑出一闪一闪的油标 不会 但是你这个动作 确实要做到 就是在那个字的后面 点一下 然后试着把第二个字 打上去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可以完成 不只是首字放大 甚至你可以说 前两个字都放大了 OK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OK 但是你特别注意哦 这个炎啊 是我们自己打上去的 这个炎 是我们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它本来的炎 不会消失 有没有 这个小小的字 还在这里啊 我把它放大给各位看 你看 这个炎呢 是我们刚刚自己打上去的 所以呢 这原始的这个字呢 还在这里 没有删掉 这个字啊 这是原来存在的 那我就建议你 这个旧的就把它删掉 这个小的 就把它往前删 把它删掉 这样才会比较特 才会比较正常一点 所以呢 这个字眼本是金城女 加在什么什么 这样子哦 好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是一个额外的 这个补充的啦 也就是说呢 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第一个字放大就好 那如果你今天有这个需求 要把第二个字 甚至就是连同第三个字 也要放大 那大概做法 就像我刚刚这样子做 就可以了 好 有没有问题 所以呢 什么时候用到首字放大呢 不一定 那么呢 这个东西主要是呢 如果想要在一个文件 你制作的文件 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头 有一个令人觉得 不太一样的一个开头 你觉得这样有趣味性 或者是有创意感 也都可以尝试做做看 好 但是不需要每一段都手之放大哦 如果每一段都手之放大 就有点太矫情了 太刻意了 这样反而不见得好 好 OK了 这是我们的第69号的操作 第69号的操作 所以呢 一步一步下来啊 各位呢 我们几乎已经让各位呢 把我们的文字的设定也好 段落的设定也好 一些重点 那么我们一一的把它提出来 让各位呢 做一次 了解一下这些做法 留个印象 那么配合我们所录下来的影片 未来各位如果忘记了 你可以呢 再把我们的影片看一下 OK 那么呢 甚至于 那么你呢 都可以自己再去加以变化 好 那我们看一下第70页 第70题 第70号的操作 他说呢 请你把游标所在的段落 移到下一页 这各位曾经做过 记不记得 游标所在的那个地方 跑到下一页去 他说 请你把游标 放在橘色文字的前面 橘色文字在哪里 好 这边 商人重力清别离 这里点一下 商人重力清别离 这边 前面游标一闪一闪的 在这边停一下 好 然后呢 想一下 你上次在哪里设定 让他跑到下一页的 不是Enter Enter 不是喔 他有一个名称叫做 段落前分页 记不记得 想一下 对 要让这个地方跑到下一页去 我们有一个名称 一个指令的动作 叫做 段落前分页 想一下 上次是在哪里做设定的 一分钟以后我们做的各位看 你先想一下 千万千万别再按Enter Enter 这种图法练钢的 我们就先把它收起来 我们先用标准的方式来做 好 那么各位呢 如果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讲了三种方法 对不对 好 这三种 其实你只要会其中一种都可以 好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就做第一种就好 好 第一种比较快 哪一种呢 你直接到版面配置 分格符号 这里来就可以了 分格符号 分格符号 好 分页符号 底下 点下去 好 你看 好 这样子 好 既简单又快速 分页符号 好 那么我们段落设定 好 那么呢 讲到这边以后 我们进到下一个操作 编号 第71号的操作 这也象征了 各位呢 你在我们沃德的学习上面 已经 学习 已经做过了 将有70个动作 每一个动作都代表着不同的功能 好 那么不管你还记得几个 没有关系 好 这张表就是提供未来你以后 可以细细的再检查 检验 自己呢 还记得多少的操作 忘记了 我们这个可以让你一条一条的再去复习 好 来 他请你把这些文字转成表格 假设呢 你一开始 并没有要 并没有想到要转成表格 而是你把字打完了 你都打完了 没有啊 那老板说 这些你 可不可以把它变成表格啊 那么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的 在我们沃德里面 可以把文字转表格 可以把一些东西啊 比如说 我们的定位点 也可以转成表格 等等 有一些状况呢 都可以互相转换的 那像这个的话呢 各位现在所看到这个 最最最最基本的一个情况 就是呢 单纯的把字打完了 但是 遇到的情况是 要把它变成一行一行的表格 把它装起来 这时候呢 各位呢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第一步呢 把它全部选起来 怎么选 滑鼠放在第一行的左边 当它变成白色的箭头了 按住 往下拉 先把文字先选到 文字先选到再说 好 选到之后 要转哦 来 各位留起转哦 麻烦各位 选到文字之后呢 才到插入的标签点下去 这个跟表格有关系 所以进到表格 这里来点下去 往下看 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叫做 文字转换为表格 就是这个 把文字转换为表格的结构 好 来点下去 好 各位你看一下 到这边啊 你唯独要注意的是蓝数 这边啊 内定值就是一蓝 你要两蓝也可以 为什么 因为的感觉都正好有逗号把它分开嘛 如果假设你要分成两蓝的话呢 今天就把一改成二 可是问题来了 改成二之后呢 他列数呢 他不让你改哦 列数他不让你改 列数他不让你改 列数他已经固定住了 变三列呢 同学 那就很特别了 好 那这样的话你就要考虑了 这样的话呢 戳出来的会不会就不符合我要的结果呢 所以我先建议各位呢 先保值一蓝就好 好 因为保值一蓝的话呢 你现在列数呢 这是正常的 六列 好像有六行嘛 正常的 我建议各位先维持他原来的设定就好 至于要设多宽呢 你可以把它设定成四窗大小 所谓的四窗大小是从最左边到最右边 好 这样比较宽 那如果你选第二个的话呢 自动调整成内容 同学 内容就到这里而已 所以假设你选择调成内容大小的话呢 就是窄窄的 好 他这个字呢到哪里 他的表格就做到哪里 好 所以各位了解一下 至于固定蓝宽的话呢 通常是跟底下差不多 就是呢 从这边到右边 整个充满的意思 从左边界到右边界的意思 好 所以呢 我建议各位呢 我们呢 这边的话就选固定蓝宽就好 没关系 那么呢 如果你呢 想要把它设成你要的宽度 那你这边再去增加 好 我的这个表格总共要多宽 你再去把它设好 不然的话呢 基本上你就让它自动就好 好 他如果选选自动就不要动他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这边的话呢 你可以选自动调整成四窗大小 好 那如果是固定蓝宽的话呢 你这边可以设定 你总共要多宽 好 如果选自动的话呢 代表跟第三个一样 好 好 那我们选第三个好了 另外上面 已经有公分跑出来 已经设宽度 我们就不要管他 我们设第三个 自动把它调整四窗大小 自动把它调整四窗大小 从左边见到右边见 这么宽的意思 第三个 至于分段文字呢 因为呢 基本上 里面啊 它叫一列一行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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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所以这边它是以段落为主 它是以段落为主 因为呢 我们后面都有段落标记嘛 它一列呢 就是一段 一列就是一段 所以这边的话呢 它自己呢 已经侦测出来了 我们就不用动它了 用它原始的段落就可以了 好 我们按确定就好 好 这样子的话呢 各位呢 我们一路从上面看下来 OK了 没问题 确认过了 我们就按确定 你可以设定的跟我一样 好 我们按确定看看 各位你看 它这个时候呢 就把刚刚一列一列的文字呢 变成这样的表格了 那如果你希望再把里面再分出来 那再说 基本上呢 你先了解 我们做到这里 如果你希望把它分开的话呢 那就要看情况了 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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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表格的调整的问题了 那变成表格的调整问题呢 我们后面啊 下一个阶段就讲到表格的制作跟调整 到时候呢 我们再来讲这边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暂时先做到这里就好 因为我们现在的主题 不是在表格的部分 那么等下做到表格了 我们再回来把它呢 变成两栏 到时候 各位就知道怎么做了 那我们先停在这边 我们呢 就让它呢到这里就结束 因为做到这边 已经达到了 它所要求的动作了 好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 所以呢 暂时的就以这样子 以一栏的形式 一栏啊 从左到右 这样子一栏而已 那么呢 六列 我们就先要 以这种方式呢 才达到我们的要求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呢 再继续的往下进行 各位你看 好 这应该是我们的段落的设定的最后一题了 好 OK 来 那么呢 它说啊 这个呢 比较特殊 它要求各位把下面这一段去套用一个叫做样式的设定 同学现在要了解什么叫样式设定 样式呢 它是一种 样本 它是一种先事先设定好的一种样本 好比说呢 我可以把它快速的讲解一下 好比说呢 我可以事先的设定几个样式 比如说A样式 好 那么字呢 就是粗粗的 好 假设好 好 粗粗的字 好 然后呢 粗粗的 好 123 然后底下一条斜线 好 然后呢 这些字都是红色的 这些就是它的样式 好 字粗粗的 然后底下有样式 然后呢 是红色的字 这个是样式 B的话呢 B的样也是123 没关系 好 然后呢 B的话呢 是细细的 然后呢 123就是我们用蓝色的 好 然后呢 比如说是细明底 好 比如说是细明底 好 各位你看 也就是说呢 B也好 A也好 它们本身都带有 都已经设定好了 都已经把格式设定好了 我们事先的把格式呢 都把它设定好 好 一个样式一个样式 这样一个设定好 好 当我们开始在建文件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在建立我们的文件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在建立我们的文件的时候 我们呢 一开始呢 把我们该有的字全部打完 好 打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判定 我们可以开始做了 比如说呢 哦 这一段 我要这段文字呢 套用这个段 套用这个样式 那你把文字打完以后呢 只要油标在那边一闪一闪就好 不用全部选起来哦 不用 油标在那边一闪一闪的 它就知道针对这一段 然后呢 你到你的A的这个样式 你把它点下去 选择这个样式 一瞬间 这里面的 红色的字啦 加底线啦 粗的啦 粗粗的啦 这些格式 就通通都下来 套用在这一段 那一瞬间啊 你就发现 这一段的文字呢 就通通都变粗粗的 然后通通都是红色 然后底下通通都有加底线 就是跟这边的样式一模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种叫做 套用我们的样式 套用文字的样式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样式设定在哪里 来 各位你先看一下 我先告诉各位在哪里 那举个例子 来各位呢 你把油标啊 先在我们的第一段点一下 在第一段里面找个地方 随便点一下就好了 他就知道是针对这一段 那么呢 我们先来了解 怎么套用 我刚刚讲的样式 来各位请看 请你到我们的插入 我看一下插入啊 我要注意一下 这边呢 不好意思 常用 常用 常用的标签点进来 往右看 就看到一个叫 样式的面板在这里 样式面板 好 他蛮多的 你从这个右下 这边一个小小的按钮 叫做其他点下去 如果一堆 这都是他先帮你设定好的 都是他帮你先设定好的 来 你随便找一个 好比说 我把它放在叫做鲜明强调 你看哦 把它放在鲜明强调看看 你把鲜明强调的把它点一下看看 有没有 他没有套用 等一下 他没有套用上去 有一些 这边都没有 有一些就有 你看 有一些就有了 你看 放上去他立刻就变给你看了 只有这个 结果这个为什么没有 这边底下都没有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OK 我了解了 有一些是他必须要有阶层 那个是属于那个 我们下一个阶段讲 大纲才会用到 因为他不是那个阶层 所以不行 来 没关系 我们就选那个可以支援的 来 我随便选一个 好 比如说我选这个好了 叫做鲜明引文 有没有 你看点下去 一瞬间 他就变这样子 上下有一条 上下有一条线 然后中间 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叫做样式的设定 他已经先 你先设定起来放 有需要的话 直接把它点下去就可以了 你还可以随时换 没关系 你随时都可以换 其他的样式都不要紧 他不会固定在那边 等一下各位各位滑上去 你呢 如果没有确定 就先放着就好 不要点他 放着就好 不需要点他 主要让各位先了解 什么叫做样式的套用 什么叫样式套用 那如果你要回到原来的样子呢 如果你套用完觉得 算了不要 我还是回到原来的样子 那就麻烦各位进到内文 内文就是他原始的 内文就是他原始的格式 那如果你发现说 老师我内文用下去的感觉 好像变得比较宽 那么呢 因为他被内文给怎么样 里面有一些部分 是我们原来没有设定到的 那么没关系 你选清除格式设定看看 他呢应该会缩回去 哇没有缩回去 他被那个行具给弄到了 等一下我们把它设定回去就好了 一般来讲我们都是放在内文啊 如果你的样式呢 不要了你就回到内文 内文就是我们最一般一般的样式 他呢没有缩回去 应该就是我上次讲的这个地方 来各位你看一下 我到段落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呢 这边打勾有没有看到 如果呢你发现你设定了 结果呢设定到设回内文 或是取消格式 他还是蛮宽的 一行跟一行之间隔得很开 就是我上次讲的 他这边打勾了 这边文件隔线被设定时 把他打勾取消 不要打勾 这边的话 行具改设为最小行高 他这边呢被设定到了 我们按确定看看 如果他就收回去了 就回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呢基本上呢 各位先了解 怎么样套用样式 我们的练习他是有要求的 他说麻烦各位 你先不要套用 你先知道怎么套用就好 那他说呢 麻烦各位先去设一个 你先制定一个 他有要求 你先制定一个样式 我们可以新增的 我们可以新增一个样式 然后待会就套用它 现在就是要去新增 他说呢 你去新增一个 标凯体 18级 红色的出体加写体 好 他要求哦 这个样式的名称呢 叫做AA 你把这个样式名称 定为AA这个名称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怎么做 来那你看一下 先制定一个样式 再让第一段的文字呢 去套用它 那我们怎么去制定呢 我们的段落的一个样式呢 好 来各位请你跟着我一起做 首先呢 你先到我们这个样式 这个面板来 这边的话呢 你就到刚刚这个按下去 这里啊 这边进来可以看到很多种 对不对 你呢都不要去管它 一到最下面 最下面 有一个叫做建立样式 建立样式 新增就是在这里 好 来我们进来看看 好了 来 他要求名称叫什么 对 大小的 大写的AA 然后呢 要改哦 要改成什么呢 然后按一下修改 你看 跑出来了 他要求呢 标凯体18级 同学标凯体在这里 格式设定在这里 底下的标凯体 然后我们选标凯体 好来 旁边的12点下去选22级 好22级 好然后还有什么 18级 哦18 不好意思 真的是老啊 来 18级 18级 然后呢 红色的字哦 看过来 颜色的字型 颜色的那个 颜色的那个 颜色的那个什么 在这边 做设定 红色 好 最后呢 粗体 还有鞋体都要 所以B要点下去 I也点下去 这个B跟I都点下去 OK 这样就好 通通在这里把它解决 通通啊 在这里做设定 好 有没有跟上来 嘿 什么问题 不太一样吗 不太一样吗 快点 我看一下 好 来 按修改 好 来 有没有看到在这里 哦 所以你刚刚可能没有按修改进来 可以改了 嘿 这边 标凯体 嘿 好 好 先停在这里等你一下 苗兵 啊 如果会做的同学 可以先做 没关系 已经知道怎么完成 然后套用了 你就去先把它套用 不用等我们 你可以自己先完成 然后呢 最终看看第一段 有没有变成 你要的这个样式 哦 标凯体 十八级 粗底 鞋底都有 然后呢 是红色的 好 看到没有套用你所设定的这个东西 这个很方便啊 尤其是对于 常文件 里面呢 大标题 小标题 跟内文 都有不同的样式 大标题要几集 中标题要几集 小标题要几集 最终内文要几集 以及呢 每一集呢 那么 有不同的样式 自行 甚至于是处理等等 你都可以用样式先设好 然后呢 当我们设 这个大纲 第一阶层第二阶层的时候呢 它自动就会套用上去 这个我们在后面啊 应该下一次呢 就会讲到 这个部分 你就会发现样式呢 真的很方便 你就不用一段一段去设定 它直接整份文件就套用下去了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OK 我们再确定 确定了之后呢 来我们看一下 游标呢 在第一段里面点一下 先把游标定位好 在第一段里面闪一闪的 再来呢 直接的到样式里面点啊 来找看看 有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啊 有没有 AA样 我们刚刚不是说 样式名称叫AA吗 就在这里 好 所以直接呢 把它点下去 这样子 套用完毕 哦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呢 非常的方便 只是一开始要辛苦一下啦 因为在设样式的时候 要先设定好 然后呢 就很方便 只要点一下就好 游标先定位在你要的那一段 然后到上面直接点 把你的样式点下去 直接就套用好了 所以呢 非常的方便 好 在这边有没有问题 OK 到这里 我们把段落的重点操作结束 接下来 我们就要进到表格的操作 从第73号的操作呢 这边开始 就是要来制作表格 那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现在7点35分 我们休息一下 5分钟回来 我们开始来了解一下 在握的 我们要如何来制作 我们要的表格 好 OK 来我们先休息5分钟 好 然后呢 我们 有准备一份 小小的练习 就是说各位呢 呃 没有要现在教 好 这我们表格讲完以后呢 有空 你可以呢 在这边做回家做都可以 让各位练习一下 好 好 我们请各位用握的呢 做一份开会通知 来 好 那你可以呢 有空在家做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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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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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你在握的里面做把这张的表格一模一样的做在握的里面 好 然后呢 我们大概呢 两个礼拜以后啊 不用不用太敢了 你自己在家做做看 我们把表格的重点讲完 你就可以试着在家做做看 或在这边有空就自己做 没关系 我们不会要你马上交 大概 经过两个礼拜 我们会请你交过来 怎么交呢 请你把它呢 存成PDA5档 用email寄给我就可以了 好 email 不然的话呢 我们不是一个 我们不是一个网址吗 你就可以把它网址打开 也可以丢进去 好 没关系 基本上呢 如果你觉得太复杂 你就用email寄给我就好了 好 email应该会寄吧 可以吧 用你们认为比较简单 不然的话也可以怎么样 也可以呢 直接放在我们手机里 那个line群组也可以啦 反正用你们最容易给我的方式 我都可以接受 放在line里面也可以 但是呢 你们的手机 但是你们电脑要有 要有电脑版的line 对不对 要不然就不方便 所以呢 基本上看你怎么样方便都可以 甚至于那一天 你带随神碟来存给我 也没关系 各式各样的方法 只要能够把档案交给我 就可以 对对 就是要交 大概两个礼拜让你做 应该蛮 时间蛮宽裕的吧 OK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开始了解 握了怎么的 制作表格的方法 好休息一下吧 你要在这边做也可以啦 想说你在家可能 时间比较宽裕一点 因为在这边的话 跟着我们一起 在上课 你可能比较 只能利用中堂 中堂下课休息的时间做 如果你在家做的话呢 时间比较充裕一点 我们下课了 下课了